本來全都白洗真的是很壯觀耶 LOS & LOS 我上次我們就 那麼呢 來各位 今天答應你們的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不用廢話了 直接把東西給你拿出來 因為今天真的是有太多東西要講好嗎 那我們就馬上拿出我們的生物 來各位 我們的GAMES RIDER TK 都完成了 twenty one 終極套裝 喔~~ 這一組畫 它的外盒也是帥到嚇死好不好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啦 而且重視呢 它的盒子也是爆炸場那種 就叫什麼內容非常的豐富 因為這個在日本畫是屬於魂縣商品 魂縣商品就讓他們的外盒都設計得非常好看 欸這個外盒也不厲害 現在跟我們前一年開的那個K-Touch 1941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21的一個Decad 然後這邊還有我們Decad 正中間的話就直接擺這個套子裡面能玩到的一個腰帶 然後呢我要先說 因為它是魂縣嘛 所以呢 你拿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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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上排的話是基礎形態 下排的話是救急形態啊 來喔 從沒開始的這個評程騎士 然後這樣子演下去 然後這邊的話是我們的Decade 然後呢 再延續到我們的新評程騎士 喔唷唷唷唷唷 再來就是這一次的這個新規卡片啊 0102 Ground Geo 來各位 再來畫我個人非常喜愛的一個groundgeo 然後下面的話是我們Comp of League 4 21的一個Decade 大家最愛的0102都是有收錄的 來各位,這一張圖絕對是非常非常有經驗價值的一張圖 好爽喔 比起基礎形態,其實我個人是更喜歡最終型的 每一支都非常誇張 我真的很喜歡這種誇張風的一個造型 所以把他們全部擺起真的是很壯觀 舊平成啊,新平成啊,令和第一位啊 全部都在上面了 然後呢,我們把外盒講完之後呢 在那還是要多補充一件事情 我手上這個版本是屬於最終試作品 最終產品的就是要等到我們6月底 7月初那時候才會開始正式上線 這句話非常感謝我們的日本萬代 與代理商萬榮國際 提供最終試作品可以給我們優先開箱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啊 好,那我們全部講完之後呢 開箱 喔,第一個 喔,原來它是這樣子分開包裝喔 這一個話是我們Keytouch21 就像還有在包含一個側掛 這個話就是我們 哇,久久不見的一個全新的NEO Decayto Driver啊 這個卡片好厚 喔,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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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會有一個本體 然後呢,再來是腰帶的一個基座 再來是腰帶的一個部分 還有一個背扣 然後兩組卡片 一個就是我們昨天開箱 Keytouch21同樣的一小包啊 然後呢,再來就是這次附贈的卡片 那我稍微整理一下 來各位,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本體 NEO Decayto Driver最核心最核心的地方 然後呢,它上面這個顏色啊 跟上一代的白色版本不太一樣 它上面使用的是品紅的一個顏色好不好 這個腰帶換成基本上也代表我們的Decayto 更加駕馭自己的能力 然後呢,我要先說一點 就算它也很貼心啊 它上面的話,有一層膜可以撕掉 欸,有沒有 再來就是說 因為它更加駕馭自己的能力嘛 就算它可以變身成為所有的平成騎士 所以呢,它周圍這一區 它就算是承載了所有的平成騎士的一個logo啊 KUGA AKITO RIUKI FICE BUILDER XA GOST DRIVE GAIRU WIZARD FORSE OZ W KIVA DEN-O KABUTO HIBIKI BLADE 現在除了自己的標誌以外呢 所有騎士的標誌都印在上面好不好 非常之爽啊 它裝電池處的話在這裡 跟大家補充一下 它一共要裝兩顆電池 再來就是它的一個基座 它的基座從原本的銀色黑色啊 變成完全全黑的一個設計啊 上面這本畫也寫著Decayto 大大的一個本名啊 它這邊畫有三個平紅色的圈 跟大家補充一下 這不是灰塵好不好 這個是它本身紋理 反光之後會有的效果啊 基本上也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 好,各位我們稍微看到這次收錄的卡片 很厚 喔 新卡的感覺就是不一樣啊 然後我該把卡片分類一下 D類別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20張的一個 平成騎士基礎形態卡 然後再來是20張的一個必殺技卡片 FFR卡片終極形態卡 FINALLY FORMED RIDER 最後就是我們昨天講的 KTouch的一個組合包啊 所以大體上就是以這三種種類為主 我個人覺得這次沒有附贈究極形態卡 實在有一點可惜啊 有一點點啦 但是理論上來講 這個應該也是可以讀出究極形態的啊 然後呢 它為什麼沒有附究極形態卡 因為呢 因為這個 就可以照樣出我們全部騎士的一個 究極形態啊 搭配這個玩就夠用了好不好 KTouch雖然我們之前講過 我們還是稍微快速帶過去啊 基本上跟上代設計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基本上這次的基底顏色啊 基本上採用銀色做一個設計啊 然後呢 在這邊跟大家補充一點 就是說 我這手上拿的版本啊 是屬於最終式作品 基本上它顏色比較偏那種淡粉紅色啊 等到正式產品上線之後呢 正式產品的顏色會修正尾 封面的那種品紅色啊 跟大家補充一下啊 這樣子看就算是我們21的一個臉部啊 然後呢 這次的21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說呢 這邊前面寫大大的一個21啊 就算是承載我們的KUGA 到我們01的所有騎士啊 然後呢 這次的21 除了可以召喚就是新平成 到01的所有騎士的救急形態之外呢 它有再附贈一張舊版的卡片給你 這個卡片的話 插進去之後呢 也可以召喚出KUGA 到我們KUGA 所有騎士的一個救急形態啊 它一機兩玩 這個我們上一集有講過 遊戲你可以看一下 這樣子我們Neo Takedo Driver 就完全做完了好不好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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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們已經全部介紹完了嘛 Headshed 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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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各位 這樣子我們Decade就變身完畢啊 哇不錯不錯不錯 正中介紹就是我們大大的一個Decade啊 然後呢 我要先說個點喔 為什麼我們剛剛沒有仔細講這些卡片 因為呢 我決定今天 我們要一張一張一張來玩好不好 我要先說明一下 Decade這個騎士本身比較特別一點 以往的騎士通常都是切換形態嘛 或是說有一些增強道具嘛 但是呢 Decade這一代 它並非使用增強道具 而是直接變成不同騎士 因為基本上每一位騎士的能力都極度不一樣啊 所以呢 Decade都可以因應當下的戰鬥情況去做個更換 這個就是Decade好玩的地方 然後今晚Neo版本的腰帶 我個人覺得算是蠻終極的一款腰帶 它對它收入的舊品層之外呢 新品層當然是有收入在裡面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一張一張來一遍 順便給大家看每一張卡片 當然我們要把原本的卡片拿出來啊 第一張卡牙是我們根本來的 Decade都 基本上這張卡牙就是Decade基礎形態的一張變身卡片 然後我要先說個點 它跟舊版DT版比較不一樣的點 就是說你有沒有發現 整體它的卡面設計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因為舊版卡片基本上是真的可以拿去機台玩的 所以它有加一些什麼攻擊數字之類的 但是在這個版本 它就像是完全修正過 變成更貼合劇中的一個版本 所以整體看起來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然後還有一個點就是說 它的卡片也修正成為CNC規格的一個版本 並不是以前那種紙卡 讓這整個質感、收藏感是更加的升級 所以我個人覺得它非常非常的優秀 再來是它背部 背部的話就像就有這個騎士的一個專屬標誌 Decade 然後還有一個點就是說 當你把在卡片刷下去 轉過來之後 基本上腰帶正中就會呈現出來一個LOGO 這也算Decade的腰帶好玩的地方 就是說你變得不同騎士時 你腰帶上面的LOGO也是會更換的 然後Decade我們已經變身過嘛 所以我們繼續講下一張 平成的第一位啊 我們來到KUGA 前面的話就是放我們的全能型態 然後還有一個點就是說 你會發現它後面其實還有一個大大的KUGA的標誌 背部的話超長這樣一樣是一個KUGA的標誌 講完之後呢 変身 嗯不錯不錯不錯 這收入的音效非常非常完整 KUGA 在劇中的變身音效就是長這樣 這時候我們Decade就變成我們的KUGA的一個型態 來再來換到我們的KUGA的Argid 後面一樣有一個Argid的標誌 然後前面的話是一個非常帥氣的Argid 背部外一樣有它的LOGO 黑身 KUGA KAMEN RIDE KU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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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要先多補充一點哦 初代白20週年白 然後呢有一個加強版的白色版本我們先補算 再來就是說CSM 然後品紅 還有這個終極包版本的一個品紅啊 白色版本的沒有一條是可以完整的還原Argid的音效 起碼你要讓Decade變Argid 你只能買這條腰帶 只有這條腰帶才有收入完整的音效 然後呢這樣子我們Decade就變我們的Argid了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KAMEN RIDE RYUKI 其實真的是非常貼合劇中的一個卡片啊 再來就是說背部饕我長這樣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変身 這個比我當年的Decade的音效長非常非常之多好嗎 基本上也是屬於那種貼合劇中的一個變身啊 然後呢這樣子就變成我們的KAMEN RIDE RYUKI 再來是我們的KAMEN RIDE FICE 我不得不說啊 KAMEN RIDE FICE真的是屬於那種周圍燈光越暗 他越帥的一個騎士啊 他真的複演超級明顯的耶 好酷哦 然後呢他的背部饕差不多是長這樣 変身 再來是換我國小也非常喜歡的一個FICE啊 用手機變身的一個KAMEN RIDE RYUKI 在劇中我們Decade又有使用FICE的一個爆發型的 去進行一個高速戰鬥啊 再來就是我們的KAMEN RIDE BLEAD 好這邊的話有一個BLEAD 後面有一個BLEAD的黑桃的一個標誌 他背部的LOGO差不多長這樣 変身 KAMEN 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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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變我們的BLEAD 擁有POOG BYE跟決鬥盤的一個騎士啊 再來換我們KAMEN RIDE HIKI HIKI也是屬於那種 越暗越帥的騎士耶 背部哇操我長這樣 KAMEN 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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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變我們的HIKI 基本上在死亡的偏障時候也有使用過 變成HIKI型態 再來是我們的KAMEN RIDE K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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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DE -KAMEN 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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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也是超級無敌愛電王 KAMEN RIDE KAMEN RIDE KAMEN RIDE existe陸在m Bitte KIC K super KAMEN RIDE K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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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樣子我們DK就變成我們KAMEN RIDE KIVA 不得不說我個人覺得KIVA的皮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大家應該最關注啦 新評審來了 這邊有非常帥氣的KAMEN RIDE DOUBLE 他背部真的就是一個DUVER LOGO好嗎 很讚很讚 KIVA KAMEN RIDE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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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開始喔 白色版本也要在玩不到的一個部分 就是可以變成我們的新評審騎士好嗎 然後我們第一位變的話就是大家最愛的一個KAMEN RIDE W 多補充一個點喔 他在這邊喊是喊DOUBLE 因為KAMEN RIDE W其實又可以稱之為KAMEN RIDE DOUBLE 因為他們是屬於兩人一體的一個KAMEN RIDE 欸來各位 我最愛打KAMEN RIDE DOUBLE 上面有一個非常帥氣的一個基礎的鷹虎皇 然後背部裝上有OZ的標誌 你會發現鷹虎皇 黑心 KAMEN RIDE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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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欸 大托法也是有收入的啊 我個人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喜歡我們的KAMEN RIDE OZ 在劇中沒有展現 我真的很想要看 我們DKDT變成OZ會怎麼戰鬥 再來是我們的KAMEN RIDE FOOD 其實老實講 我個個人覺得火箭頭真的是越看越順眼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他LOGO應該是全部歧視裡面最可愛的一個 黑心 Viuokita 再來是我們的法爺Weizard Wizard這個寶石臉真的是很酷你知道嗎 這個臉超級亮的 Wizard的標誌也是複雜到嚇死人 超複雜 ヘアシン Viuokita 來各位,這樣子就變成我們的Wizard 然後我先說一點,在劇中Decade也是有使用過我們的Wizard 但是他搭配使用他的必殺卡,使用他的必殺技 就是手變大的那個必殺技 再來是Gamen Rider Gaiwu 他這個柳橙復簷真的是超級明顯,看起來也有過新鮮的 然後背部也有他一個Logo 変身 Decade 欸,不知道是我出的感覺怎樣 我覺得Gaiwu超大聲耶 比我的Decade還大聲,我也不知道什麼 再來是我們的Gamen Rider Drive Drive的眼睛就是一個車燈啊,非常亮 他的Logo真的看起來像跑車的Logo啊 很訊息 Gamen Rider Drive Decade 這樣子就變我們的Gamen Rider Drive 變成音效也是有完整的收錄好嗎 Gamen Rider Ghost 嗯,其實我個人覺得Ghost的皮道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很搓中我的點,我也不知道什麼 背部也有一個他的Logo 変身 Gamen Rider Ghost Let's go G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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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en Rider Ghost 也是可以變身的 其實在劇動我們Decade的 也有變我們的Ghost 形態啊 我們這樣一路刷掛 你就會發現 音效越來越長 尤其是到Ghost之後呢 Ghost 基本上這個音效已經直接變成一段歌夾在腰帶裡面了 嗯,很讚很讚很讚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啊 來各位 Gamen Rider XA 一聲騎士啊 欸,我要先說我點 我超喜歡他的副眼 跟其他其實看起來感覺真的是不一樣啊 畢竟他是屬於電玩風格的騎士啊 XA的Logo真的也是很可愛 Henshin Gamen Rider XA My Psyche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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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好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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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話就變我們的XA 我真的覺得一條條條可以玩到全部的Psy 真的是很扯很扯的一件事情 音效是屬於完整版沒有被閹割的 大家最愛的一個 Kamen Lido Bildo Bildo 也是屬於那種越暗越帥的騎士 Bildo Logo 偏訊 我們的Bildo 也是可以完美的變出來 最驚人一張 Gi...Ou 我們的Decadome也是可以變成Gi...Ou 非常之扯 我剛才覺得Gi...Ou也屬於那種 越暗越帥騎士 他臉部的這個字啊 就變超級無敵明顯 Gi...Ou的飄置我也覺得非常酷 Handshin Gi...Ou也是有收入的啊 當你的時候看到這個 再次被震驚到 我一直以為 可能Nio Decaydo Driver 可能不會收入獅王 因為獅王畢竟是當代的 結果獅王也是可以變的 這樣子你就變成完畢 全部的平成20位騎士好不好 然後我們全部弄完之後 總是要使用一下必殺技嘛 所以呢 我們現在隨便變成一位騎士 怎麼隨便抽到你抽到必殺技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Decaydo就會拿出這張卡片 觸發一個必殺技 基本上你當下是什麼騎士 你就拿出對應的卡片 進行刷入就可以 嗯不錯不錯不錯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使用必殺技技 必殺卡片的規格 基本上長得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 稍微看幾張就好 有沒有 歐姿啊 Forsay啊 G.O.R Wizard XZ 欸其實這Logo感人全精的也蠻帥的 然後呢 再來是我要說明一下 FFR卡片到底要怎麼使用 這種FFR卡片啊 基本上都是屬於本傳所使用的卡片 因為Decaydo去各種不同世界的冒險嘛 所以呢 他會遇到各種不同的騎士 基本上我們的Decaydo就可以使用這些卡片 去改變當下騎士的樣子 然後去配合Decaydo進行戰鬥 其實講起來就是 讓那些騎士變成Decaydo的一個道具啊 連Decaydo本身都可以變形啊 那我們就稍微演示一下 這時候他就會把酷卡給掰開 然後酷卡就會整個直接變形啊 基本上每一位騎士啊 都可以變成不同的樣子 有沒有 Luke最明顯直接變無雙龍啊 Fight直接變大砲啊 然後Blade直接變醒劍啊 Curbo變甲蟲 電王直接變淘汰洛斯 Kiva直接變巨大的一把弓 Decaydo直接變他的腰帶 因為他這種卡片啊 他只有出到我們的Decaydo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後續的W就沒有再出了 這時候一定會問說 Decaydo要怎麼弄出最終形態 有這個就可以了好不好 然後呢 雖然前幾年已經演示過 但是呢我們還是 再變遲 Decaydo 最後最後大家最期待的啊 完全新卡測試OK嗎 第一戰的話就是我們 另一位的一個Gamen Rider Zero One Zero One也是屬於那種 越暗越帥的騎士啊 非常帥的一個Zero One標誌啊 很酷很酷很酷 會收入這張卡我真的是很驚訝欸 Headshed Decay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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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稍微有一點點可惜 一點點啊 中間這邊變成我們Zero One的一個標誌啊 還蠻帥蠻帥的 來各位 再來是我們的Gamen Rider Zero Two 喔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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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的救急型態卡 原來收入的是我們的Gamen Rider Zero Two Zero Two我個人也是非常喜歡 雖然跟歷代那種浮花造型比較不一樣 但是呢 增填它那種素素簡單的感覺啊 也是別有一番風味 背部畫也有個Zero One的Logo啊 Headshed Decay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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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料之中 但是至少只有收入我們Zero Two的卡片啊 最後一張 算是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 Ground on G-O 這種浮花造型我真的超級無敵喜歡啊 丁公像像 上面還有一個金雕的一個G-O 再來就是背部有一個G-O的標誌 Headshed Decaydo Final 份民 Ride Decaydo Headshed Decaydo 力儿 好 後折到我們 rooms 최고一個G-O的Decaydo 給你,所以希望你還可以變成我們Decade的一個救急型態 並且照樣出全部平成騎士的救急型態 然後跟Decade一起發動一個必加劑啊 所以我個人覺得如果你個人非常喜歡Decade 或者說想要玩到以前騎士的音效 但是又不想要後綴救品的話 這一個絕對是可以滿足你的要求 每位騎士的音效都有收入啊 很讚很讚很讚 好啦,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一個根本來的Decade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帶別的分享 每週每週我們下期見,掰掰